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 越南在28号降下好雨 首都河内在一个早上就累积了50公里的雨量 让马路淹成了小河 另外南沟的希腊在27号则是遭到风暴侵袭 中部港市佛洛斯一度有八成的居民无电可用 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影响 越南北部跟北中部28号降下好雨 首都河内一个早上就累积了50毫米的雨量 水沟排水不及马路成了小河流 部分地区水淹到小腿肚 小孩脱下鞋子卷起裤管涉水而过 有的机车跟自行车骑士也选择硬闯 最后落得下车推车的惨状 淹水也让交通大打劫 部分路段车辆动弹不得 同样暴雨成灾的还有希腊中部的佛洛斯 当第27号晚间遭到伊利亚斯风暴侵袭 大雨不断 港口附近的道路惨遭水淹 车辆开过圆环激起阵阵水花 宛如灶浪池 马路成了飘飘河 塑胶垃圾桶跟着水流飘向远方 暴雨度造成佛洛斯市八成居民停电 当地消防员27号起 接到超过1200通求救电话 250人被迫撤离 一夜过后 部分地区滚滚泥流依旧止不住 不断从溃堤的河川中涌出 民众看着满地运离跟破损的家园 既无奈又愤怒 埃利亚斯是这个月 侵袭希腊中部的第二个风暴 希腊气象史上最强的风暴 丹尼尔这个月初才重创当地 无连者编译